第二实题 购物频道销售珍珠粉时 会将长得不完整的珍珠颗粒成分为碳酸钙 放入盐酸中 让观众看到两者混合时产生气泡的变化 有关此现象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碳酸钙加盐酸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气泡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CO2 那么A说 收集产生的气体并以点燃的线香试验 该线香会烧得更旺盛 当然是错的 我们的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所以它不会使线香烧得更旺盛 反而会使它熄灭 选项B 珍珠颗粒消失在盐酸中为溶解现象 是一种物理变化 这也是错的 我们的碳酸钙加盐酸 变成了一个新物质二氧化碳 这是一种化学变化 不是物理变化 选项C 将大理石放入盐酸中 也会得到相同气体 这个是对的 因为大理石的成分也是碳酸钙 跟珍珠的成分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加盐酸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选项株 将冒出的气体通入成青石灰水中 会产生黄色沉淀 是错的 成青石灰水检验二氧化碳 会产生白色混浊 白色沉淀 而不是黄色沉淀 所以二次提问我们说 有关此现象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将大理石放入盐酸中 也会得到相同的气体 多谢维护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的叙远下来